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有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明天你就比较好 有戏 没关系 明天你能远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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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百分点 成绩不错 预计目标 百分之十五 达不到目标就是失败 有账你来干嘛 坐下 上个季度 之所以没有达成目标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销售一部 业绩太长 林主管 是 下个月之前 我要裁掉你 整个部门一半的人吧 这 这 这不合适吧 我们部门 有很多都是跟着老童总 一起打拼的功臣哪 老员工没有业绩 效率低 工作太多消极 占领了公司销售主要的位置 拿了最高的薪水 这 就是老员工 对公司的回报吗 可是 童总啊 营销一部 很多都是 我和集团的功臣哪 如果这么开掉了 会影响民心哪 我并没有漠视 老员工做出的贡献 我所说的那些人 林主管 我相信你 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说 林主管为难的话 我可以派一个 懂得处理这件事情的人 来接管你的工作 我明白了 童总 单私超市这个项目 现在怎么样 还有几家正在谈 我要求 一个月之内开工 这 这有很大的难度啊 困难 这个世界上 只要努力 没有任何困难 公司今年 我们还会有一个 更大的项目启动 大家做好 打硬仗的准备吧 所以 超市这个项目 客不容还 忽准做工 快换 抓紧时间啊 哎 岁方啊 那时间可差不多了啊 这儿马上开始了 你快点 来 听到我知道了 来 来 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班主任 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欣 这几年呢 只要有一个词一出现 就会引起不小的争议 这个词呢 就是圣女 你好 两杯柠檬汁 是不能够逼婚来实现的 但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单身是有罪的 一个女人如果不结婚 她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她怎么对得起我们父母呢 所以我就说她是有罪的 杨女士 我也是单身啊 单身无罪 妈爸 你是不是也很无聊啊 妈妈也很无聊啊 主持人 我就觉得单身挺好的呀 我妈她就是看我不顺眼 每天到家里就开始骂我 现在都好了 都开始动手打人了 主持人 你不一样 你年轻 你漂亮 你如果说 你哪天说要结婚了 我想求婚的男士 会把电视台都挤爆了 妈 你一直说我难看嘛 你再打啊 越打越难看 再说我长什么样 还被遗传你的基因 杨女士你不要激动 我在这里呢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两位姓的师傅还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我觉得宋女士 可以暂时搬出去住 换一个环境 双方呢 都互相冷静一下 也许宋女士 很快就可以找到 自己的白马王子 把自己嫁出去了 二位拥抱一下吧 我们大家给点掌声好吗 其实呢 单身并没有错 广大的甚男甚女呢 千万不要因为单身 而感到羞耻 当然了 一个人生活的幸福快乐 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 父母的心情 在爱情中呢 我们也应该主动 更重要一点 相亲呢 就是最有效的图信之一 我们当然也不能太过排斥了 好了 今天的婚姻班主任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再这么快乐 我们到了这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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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一大早的又怎么了 哎呦这还一大早啊 你也不看看太阳都到哪了 晒屁股了吧 是不是昨晚喝醉了 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就好 那赶紧回来吃饭 你妈买了你最爱吃的螃蟹 我们已经烧上了 就等你了啊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哎呀有事怕什么 吃完饭再去办嘛 好了不说了 我们就等你了啊 快点 Actually 这么多事 先别说 你准备了 你 那是谁说的 相亲是寻找爱情的有效途径 我不应该排斥 那个是录节目 录节目就可以忽悠我们老百姓吗 当然不是了 那不就结了吗 所以我跟你说 过来这个村儿 那就是为了这个店 既不可施 事不在了 对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要是不结婚 不凭我的话 我就像你们昨天节目里 那个大妈一样 大行伺候 爸 你可是知识分子啊 那这知识分子的女儿 就不出家了 知识分子就可以使用暴力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都少说了句啊 赶紧吃菜 一会儿凉了该不好吃了 来 小心 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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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这不就行了 你怎么说呢 这就对了吗 就是 山上铁人六里 什么鬼地方啊 刘大伟 梁欣 梁小姐 请坐 快请坐 我猜你们观众人物啊 一定不太喜欢 开放的用餐厂组 这儿的私密性比较好 梁小姐 你还满意吧 挺好的 梁小姐 你真的是 是 是 太漂亮了 梁小姐 我配过 梁小姐 好 我回家了 动手 我只是做什么 梁小姐 我现在肯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吵着闹得要吃你做的菜 多快把这掀翻了 生意不好吗 那倒不是 这叫饥饿营修 我在想啊 全宇宙应该找不出 第二个上市公司老板 会在做菜的时候思考事情 我一直很好奇 你这怪癖 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上菜 看来今天 就来有什么重大决定了 好 味道真好 真不错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买单吧 买单 买单 哥 我来晚了 塞车啊 塞车 你一个人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你看你都 喝了半瓶了 就是你少喝点啊 好了好了我只要一点点 你说说超市这个项目 他当着众人的面反驳我 还让我一个月拿下这个项目 这也太为难我了 这是刚愎自用 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剧名的性格啊 和他爸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看着倔强 其实 内心还不坏的 你呀你呀 你现在是胳膊肘往外拐 总替童家说好话 什么外不外的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为了矩阵国际 没有童家 我们能生活得这么好吗 我这辈子呀算倒霉了 什么好事 都让童大凯摊上了 我是不甘心哪 凭什么他童大凯 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而咱们家 就得像伺候皇上一样 围着兴童的团团转 活得憋屈啊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 那是同家的产业嘛 你终究只是外人 梁小姐姐 你基本上就 梁小姐 你可真来了 要不 你送我回家吧 你就这么说定了啊 什么人哪 前面有个地铁口 我就把你放那儿吧 别啊 咱们这么聊得来 不如今天晚上去我家吧 我没有觉得跟你聊得来啊 我对你有兴趣 你 我警告你不要再靠过来了 哎呀 梁小姐 咱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啊 今天晚上就去我家 去我家 你别靠过来 别靠过来 我的小虫 别怕别怕 有 我有我在 你怎么开的车啊 车子怎么开的 你撞到我们车去的吗 你有没有素质啊 我问你话呢 你有没有素质 你看那个车给撞的 你有没有素质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怎么可以吃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乱来啊 小心我报警 你等着 你等着 你等着你 你没长眼睛啊 你是故意的吧 有些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我认识很多警察朋友 他们一定可以查到你是谁 把手机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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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有些了不起 你让俊明跟方梅 到我这来一趟 马上 什么 不知道在哪儿应酬 你跟俊明说 半个小时不来的话 就别来了 怎么了 你说这个儿子 他不孝顺也就罢了 看来俊阵啊 要毁在他的手里 别这么说 俊明毕竟是你亲儿子 对了 这与俊有联系吧 他爸爸都找不到他 更别提我这个当姑姑的了 不让你去 想要是你来的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你去 你去的 你去的 我自己去的 也不想要是你去的 我自己去的 你去的 我自己去的 你听到了吗 没有 这次啊 太为难方媒了 我看是 俊明还没玩够呢 其实 我真觉得俊明 应该再有个自己的家 有了自己的家心就会定 心定了就一切都好了 你说这个方媒做事挺稳重的 精丝又细 你觉得 他们两个合适吗 现在啊 不是找儿媳妇的时候 现在应该找一个 能够救我们集团的人 我就是觉得方媒身上有股劲 关键是 他让人放心啊 去去去去 好好好 小心啊 怎么样了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那个 要求不要提的太高了 这个刘唐一样 他的得向指标呢 我就去考察过你 综合得分相当高 爸 你居然还对那个男人综合评分很高 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想对你女儿性骚扰的变态色狼啊 这眼 什么情况 那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怎么样 心思路都重 啊 什么 我要把隔壁的王大妈给他拉黑了 真是 真是不像话 真是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说拉黑就拉黑 董事长 夫人 晚上好 方媒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在家里 就叫叔叔阿姨就行了 没关系的 规矩还是不能乱了 方媒啊 一向很有分寸 来 到我书房来 我来和你聊几句 好 我先过去啦 夫人 啊 来 坐吧 方媒啊 现在我们集团呢 是内忧外患 早晚会出娄子 董事长 您应该对剧阵有信心的 可是我更担心我们的对手 比我们想象得更厉害 方媒啊 你是 震宇介绍到我们公司的 你能联系到他吗 我 我们 没有联系到 我听说震宇 是因为你离开公司的 董事长 那你 你不用紧张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是管不着 也不想管 我只是 这么说吧 我不想以董事长的身份 啊 来求你 我是想以长辈的身份 你帮忙 把震宇找回来 董事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你是知道的 都已经三年了 他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 可是我相信 只有你 能找到他 方媒女士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 悉尼机程 请你做好一切下机的准备 下机后 请计划你的路线 好 记住你的任务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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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证语,我下个月开始休假 想去澳洲旅行 到时候见一面吧 阿里斯,工作时间 好的 我上班了 是 我又回到了这个与你有关的地方 你在哪儿呢,顾真语 这里的一切曾经离我很遥远了 但站在这里却又一下子记起了所有 我知道,我只要见到你 就会再次伤害你 我 Reporter在这边 我开始认为你 拍摄我的心 我看你 我鼓努 你肯定包了 对我 我坚持 我说,我将需要 绘 怎么 是 你能成为总裁秘书 完全是靠你个人的事业 不过我也很惊讶 同居民能那么顺利地接受你 你以后千万别怕他 很多人觉得居民不苟延 笑难以接近 其实工作时间长了你会发现 他只是不善表达 内心还是挺温柔的 你以后千万别怕他 对了 为了庆祝你成为总裁秘书 今天晚上我请客 吃什么你选 既不可失 那怎么能行 应该我请客才对啊 好吧 你请客 我买单 嗯 似乎说我们会失败 但那次我会赢 比较的 竞争当开始 如果我赢 你能赞我什么事 试试 不幸的 我应该您说 你什么要求 我想你住在牧场 我试试 但是 我们可以咱们吃晚饭 好吗 你以后 我们今天晚饭 是 好 今天 去 去家 佟总 我们派的人 在澳洲所有的公司 都有派查过 都没有找到顾总 我想 他应该是没有在任何公司任职 那真意会去哪儿呢 怎么办 方美 公司面临改制 新老用功交替 我身边确实需要 像顾震宇这样的人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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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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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购买了我的房子,但仍然想要我管它 他建造一个房子在旁边的房子 我不确定是谁他建造它,但它是他设计的 似乎没有人见过他 这很奇怪,但他的房子的设计很生气 你进入,你只想住在那里 对我吗,Ares? Ares,我们欢迎你到我们的房子来吃 这房子是你的第二个家 这是你的第二个家 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家 干杯 干杯 哦,有个人在这里 我去看看谁 Ares,我真的希望你能住在房子 帮我帮你,因为我喜欢你 就像Angela Ares,有个人在看你 Ares,有人在找你 Fired我?我对不起 Ares,有个人在找你 Ares,有个人在找你 Fired我?我对不起 Ares,有个人在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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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天开始 顾振宇 重新回归总部 任命为建筑设计部 总监 感谢观看 也承蒙各位前辈和同仁的后岸 我一定会在这个职位上 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 在接下来的合作中 也希望大家能够并肩协作 精神团结为矩阵创造更大的价值 拜托各位 散会 我等一下 还有个会 一会儿等 那你记得前往一顿饭 我去 臭小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不通知我一下 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老爸呀 爸 我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事情太突然 来不及通知你 再说了 想给你个惊喜吧 这次回来啊 咱可不走了啊 不走了 来来来 咱爷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爸 我先去部门交接下工作 晚上我陪你好好聊 陪你喝几杯 一定啊 我回家准备 弄几个好菜 顾总好 顾总 顾总 下班呢 别被我们找到 咱们 好好好 随便 准备 准备 这个币 这都可以 我什么时候 弄你 真好 不 挺好 你 别 我 可是你已经好久没有回来看爸了 我求你了 你就当做陪陪我 就吃个饭而已 董事长 杜先生来了 振宇呢 振宇啊 振宇啊振宇振宇 你可来了啊 董事长 您气色真的很好 最近身体好吗 都到家了 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的 你看你这个侄子 小的时候可爱 可调皮了 现在 长大了 讲规矩了 多没意思 多生分哪 大哥 振宇这点啊 像我好 这得拾大体 虽然是亲戚 走到哪儿 不能失了规矩 是不是这个人 爸 您这是夸我呢 还是夸您自个儿呢 来来来来 坐坐坐 过来坐 好 董事长 坐坐坐坐 坐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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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上茶 晓婷啊 今天生日 怎么穿那么俗 就在家里吃顿便饭 随便穿穿就行了 我不是买了件新的给你吗 快去换去啊 不用 我觉得那套太正式了 我想留在年会的时候穿 年会的时候再给你买一件 不就得了吗 没有 就这样吧 姑姑 您挺姑父的 今天是您的生日啊 这个呢 是我在澳洲给您买的小礼物 姑姑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振宇 谢谢 嗯 你们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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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z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